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就講講有關於本地的消息 在昨天特區政府就宣佈了 要將二人限聚令和晚市禁堂食等的防疫措施 延長到今個月的20日 至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今天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 更加提到 說有需要的時候 就要探討規管家居裏面的家庭聚會 不過他自己也有兜底 就說社會對於這種做法有不同的聲音 有人會認為 每事都以法例來規管 甚至連家居活動都要規管 就是太過嚴厲了 他就呼籲市民不要參與跨家庭聚會 實情這些全部都是本末倒置的 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做得一塌糊塗 究其原因就是你沒有做好在邊房那裏把關的工作 而不是整班特區政府的高官 將自己運在冷氣房那裡閉門造居 把這些糞便出來 完全做到一個效果就是擾民 你怎樣來防疫抗疫 當你要考慮一些措施的時候 你必須要想起究竟這些措施是不是切實可行 就算被你勉強推出來 你怎樣來執法 是不是這個山頭又擺堆警察 那個公園又擺堆警察 全天候24小時有人把手 但是現在說家居都要規管 你怎樣規管 請問是 好心 特區政府的高官 人工就夠高 做局長那班三十三萬五千一百元一個月 你交什麼功課出來 我看到NOW新聞台的正情專欄怎樣說 他們就說 聽聞政府主要因應外國有類似的規例 希望減少得到大型的私人聚會 內部一直積極探討 雖然規管的範圍不限於私人的住宅 還包括遊艇等等的地點 但是預計這些辣椒是會引起強烈的反彈 加上執法人員不可能長期駐守民居 需要依賴投訴執法 未必有效阻截得到大型的私人聚會 他們又說外國有先例 你們就走去做 外國很多東西都有 外國有民主 有人權 有自由 有很多核心價值 你不去跟 很多外國都有規管這些家庭聚會 英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英國是一個民選的政府 如果市民覺得現屆的政府規管得我很不開心 我認為那些防疫政策是管得我很嚴苛的 當人家下次有換屆選舉的時候 他可以運用自己手上的選票 踢現屆政府下台 你不要經常說參考外國的先例 外國很多東西都有 為什麼你不參考呢 你只是參考那些 擔制人民權利 擔制人民自由的措施 這些是不對等的 別人對於政府的權力 是有制約的框架 你有沒有 所以一開口就說外國有先例 這些簡直就是不可取的 不要什麼都看外國 你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才行 更何況你自己內部都說 這些措施是會引起強烈反彈的 那你別推 正一愚蠢 我真不知道你怎麼執法你推出來 這些措施 提都不應該提 實情 好了 又說回他那個什麼 晚市禁堂食 這些措施也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 究竟特區政府是按照哪一家大學 或者是學術機構的研究數據 是得知 原來晚市禁堂食就可以降低感染風險 是有還是沒有 還是純粹是憑著自己的主觀印象 來推行這些措施 如果你說純粹是減少了 接觸就可以降低感染風險 你不如把自己困在家 軟禁自己就可以了 一輩子不要出街 就包補不會感染 但是又不見得到你說推這個 在家工作 實情外國 這些禁堂食措施 人家是一刀切的 一是禁全日 一是全日都不禁 就沒有分時段來禁 你現在這樣做就等同於 叫那些食店全部去死 人家晚市就不用做了 實情你就開放給人家去吃飯 人家的晚市主要是做星期六日 你都說不讓他去做 又說有感染風險 那不如學袁國勇教授說你工作也不要回家 車也不要回家 實情香港的食店已經做到加零一 又做了膠板 又如何限制入座的人數 你還想怎樣才行 你去支援那些餐廳 人家根本上就不想受你那些爛鬼支援 你之前被人家那些爛鬼資助 教人交租還是教人出糧 人家自己有家店在這裏好地地做生意 你說不讓他做 你限制他的時間 你想怎樣才行 實情你說要降低感染風險 麻煩你去邊房那裏 從源頭倒截病毒入境 就搞定了 不是在食店那裏 食店有什麼感染風險 你說跟確診者一起吃飯 我想請問 究竟你特區政府現在的衛生防護中心 已經運作了那麼長的時間 收集了那麼多數據 照計有些流行病學數據出來了 有沒有哪一個個案是斬釘截鐵地 你告訴得到給市民聽 是從餐廳裏面感染回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你說的數據出來 現在你說有八千多九千宗個案 有沒有哪一宗個案是在餐廳感染回來的 是唯一感染源來的 你說出來給市民聽 我想你衛生防護中心都答不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出來 所以你弄完這些措施 沒有科學根據的 就搞少一點 人家喜歡吃就有了 吃就夠了 晚市又怎樣 晚市和午市和早市有什麼分別 不就是這樣吃 你不要全天禁止它 像去年一樣 是不是 全天禁止它 你又不敢做 搞得一塌糊塗 現在根本上你叫那些食店全部掉命 做得很辛苦 人家很多都 是不是 你體恤一下民情 麻煩 要感染 吃早餐也可能感染 隔壁打個黑痴 真笨 唉這些措施麻煩你省一點 應做的又不去做 一直在搞這些 那些食店撿 你賠回給人 唉 接著就說說行政長官林鄭 今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 就見了傳媒 他有一份 抗疫感謝名單 根據LOW電視台的報導 他就說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首當其衝的就是食物及衛生局 陳肇始局長一年以來 不眠不休盡了很大努力 真是虧你講得出的 第一這個陳肇始局長每個月 33萬5100元的人工 他做這些事幹 去防疫抗疫是應份的 問題就是他不眠不休 做到一塌糊塗 證明得到這個人 是力有不遞 他根本上就沒有了 一個人如果是有了 他根本上就不需要 不眠不休 做得好 看看 你不眠不休 都做到這樣的樣子 就證明你是無能 無能的應該是怎樣 就要問責下台 當年03年的時候 這個 衛生局長楊永強 因為沙士事件 就走了 是不是先遮頭遮腦 找個原因叫他下台 你現在為什麼這個 不用下台 又說高官問責 似乎自從業縷之後 都沒有人再問責 怎麼問責 是不是先 每個月出33萬5千元 這樣就叫問責 然後還說他盡了很大努力 收檔 當年董建華說自己的上班時間 是朝七晚十一 為什麼得不到市民的體量 市民是從他那個政績 看得到那個人的能力 去到哪裡 現在市民都很清楚 是不是這個局長的能力 是怎樣 接著他就說 衛生署都全民皆兵的 牙醫都走了前線抗疫 所以就要感謝醫管局 客客醫院的醫護人員 你多謝了那個局長 才多謝那些醫護人員 次序都有問題 實情你最應該多謝的 不單是那些醫護人員 而是多謝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在近年 真的很大的壓抑 告訴你 在2月3月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這個武肺的威力有多厲害 你說限制市民出行 如何如何 是應份的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那個人有多厲害 現在已經是知道了 那個人應該是怎樣去醫 原來是醫治病徵的 如何如何 已經是掌握了一年多的經驗 現在有些市民 周市放假的時候 走出街欣賞 紅葉 或者去郊外 去看看風景 或者去商場消費 你那些專家走出來 嘰嘰嘰嘰嘰 責備那些市民 一時 林鄭曾經試過走出來 說市民抗疫疲勞 你想怎樣才行 那些市民走到郊外 都戴著口罩 已經是很自覺 很自律 你對比起其他外國 外國的世人 全部的戴口罩都戴亂了 不喜歡戴的也有很多 香港人已經是很自覺 很自律 已經是好到沒得撐了 告訴你 你最應該多謝就是多謝市民 你現在搞到又放生海源入境 不知哪裏來的外交人員入境 你惹了這些人入境 然後全靠市民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戴好口罩 勤洗手 才可以把數字壓到最低 你又不感謝市民 那些市民實際上都很壓抑 旅遊又沒得去 有時候逛街又被你打 實際你最應該就是要多謝市民 在過去這一年多以來的配合和忍耐 香港人戴口罩的比率 全世界最高了 就算你有沒有口罩令也好 如果不相信你叫華僑出街拍一招 一定是知道一清二楚 那些人戴口罩帶到無厘頭的 又有 不戴的又有 大有人在 不然怎會爆得那麼厲害 香港已經是很好的 你不多謝市民 不但多謝局長 浪費什麼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